辽阳大会由立法院院长林文雅提起,他首先支持程序,辽阳好人好事,老民广自信的程序已经有15年了,由于当年人都是实践我国伦理大德,所以对社会一定有很大的影响。 辽阳大会在公布总统训练习以后,严肯的同学引导致辞职人的大会。 自从推行好人好事运动和响应总统的中华文化好事运动以来,我们严肃不贴不断表扬好人好事, 来奔发革命本周的人心,来促进社会上了的工具,使我们这些自由基地社会安定好事平凡,解除这些运动运动运动已经产生了继续的作用。 我们前几年,开启之前的不明生活期期,就是要每一个不明,从日常生活开启, 一些的行为都能有一个重广的甚至喜欢性的教本。 大家都能够需要,那么这些社会一定是一个理性的、和乐的、现代化的社会。 我们表扬好人好事,某些人就是要大家的行为、理性化。 也会说,就要用三分人性所策划的,鼓励智慧合约,以下到双军之下的国际。 谢谢大家看,除了要加各位好人好事,代表是最高的境遇以外。 更希望,因为各位的楷模,从而造成全体不明,将采为上。 和谷战主事。 我认为,总是一天打进去, 这些人也会认为, 努力強烈的罪名,完成依然製造,抓不到的違法能力。 幸中,公立的介紹,謝謝大家。 大會結束以後,這位好人好事代表分成8則分車, 在中山里中,越隊和儀隊的影響之下,停止了台北區。 過到進步,掌握聲和鞭炮聲不絕一二二一。 今天上午11點鐘,全體代表進行到總統府,向總統推進。 中午12點鐘,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珠,在台北市自由之家, 試驗款待50位好人好事代表。 張寶珠長告訴好人好事代表說,希望大家共同努力,使今後好人好事運動的分成更能夠擴大影響。 今天在座的,還有副秘書長林孝宜等人。 項目三點鐘,全體好人好事代表,以及住在北部地區的歷屆好人好事代表,在林董馬里,我同心的議場, 投票辯進行了座長會議友位,獲得穩定嗎, 你會員指出,分別就如何發展高人做 Green Sun! 如何发扬我国故有文化报道的声音, 您交换了这些。 五十位好人好事代表, 是在今天晚上, 到台北市民众团体活动中心, 接受了中华文化复兴贴行委员会和文化局的晚餐招待, 华国籍的主人大学教授马兴士, 曾经代表好人好事代表致词, 表示做好人行好事是应该的, 也是很快乐的事。 中华文化复兴贴行委员会和文化局, 在今天晚上的参会中, 也曾经以纪念品敬重给他们。